Kolleginnen & scale 導演技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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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囉 各位大家好 我是草苗澳です 命運緊急 差不多一則重要的新聞 就是我們的法國活動 終於要長駐啦 大吃吧 拍手吧 那在小型建造的部分 你可以見到凱旋 惡毒 倔强以及福尔班 大型部分有最强精英杀手 浪巴尔 敦克 超重弹的马赛祖赛 特型部分就是射器担当的千锥顶 旭库弗 活动力图也会常述在作战里面 在作战里面你进去之后就一样 可以去打捞我们之前所打捞过的装备 像是D2有凯旋炮 还有D3有浪巴尔的专武 如果你之前浪巴尔没有办法兑换到他的专武的话 那这次早点把它打捞出来比较好 当然凯旋炮也是仅次于金磁脸最重要必须要打捞的装备 所以我相信后面有不少时间你会花费在打捞金凯旋这个部分上面 当然除了武器装备之外 你也可以打捞到凯旋 还有我们的雷马尔 这两个是活动地图里面会掉的角色 当然之前还有一个累积兑换的Emir Emir他其实也会到我们这个核心商店里面做兑换 还有之前说地图里面可以打捞的这个雷马尔 他其实也拿来核心这边兑换 所以这两只角色会常驻在核心兑换里面 OK前面讲的是一些有关法国活动角色常驻的部分 那这边也追加了一个新的更新 就是这个资源角色多了一个背法 到时候可以做兑换 除了背法之外呢 也有野芬还有爱丁堡 伊士以及日向都会到这个资源的内容里面 做资源角色出现 那有资源的话 那其实在我们的建造部分也有做一些更改 就是在小型建造的地方 他把Chesa就是追赶者给拔掉了 那在大型以及特型的地方 他也把我们的背法还有爱丁堡也拔掉了 所以日后你想要建背法的话 只能跑去小型 你要去建追赶者的话 你只能去特型 其实这也是大幅缩小了他们出藏率啦 那以后你的限定建造就可能比较不会出现 所谓的背法或是爱丁堡 不过绝带枝的雌子角色还是很多啦 你的厌战你的高雄还是会出来gank你的 好啦讲到那么多 应该有一些概念了吧 是不是好像忘记了谁 你说鲁莽 鲁莽其实早就已经常驻在小型建造里面了 不过最近下一次可能他也会登场我们的泳装系列 这也是我期待很久的 以上是这一次的新闻快报 我们期待下一次更新啦 那我是草莓妞 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